布里基尼尔森抱着得来不易的爱女 相当幸福满足 屠宰自Eddie Graham布里基尼尔森 曾是席维斯史特隆的妻子 也一起和一眼镜蛇 屠宰自Cineplex席维斯史特隆的前妻 北欧女性布里基尼尔森 之前以54岁的年纪生下女儿弗烈达 创下近期演艺圈最高龄产妇的惊人记录 又如现代奇迹 她近日接受诗人访问道出惊人内幕 表示自己从40岁就开始动乱 为了生下丈夫的亲骨肉 不断的尝试人工受孕 不断的失望 经过十多年长期抗战 砸下大霸精前 才终于有到了得来不易的爱女 布里基长得高大健美 很年轻就开始当模特 转进好栏目发展后 先与诺史瓦辛格和演了两个大太阳 又和史特隆合作 洛基第四集天下无敌 就此路过她的心 不仅成为她的妻子 也被她力捧如眼眼镜蛇 还成功抢下比佛丽山超级紧叹 是其空间雷中的女银行产算角色 一度在好莱坞之手可热 然而她和史特隆婚姻破局 发展也立刻陷入瓶颈 直豪又回到欧洲 在今年高龄怀孕 生产之前 布里基已经生了四个孩子 但最后一次生产是三十一岁的事 这几个小孩都已经是成年人 他也很久没在怀过孕 才出生没多久的佛丽 她和最大的哥哥差了三十四岁 曾经经过了解锁 借除不良眼头的布里基 身体自然不容易受孕 她的丈夫马提亚比她小十五岁 为了生下彼此爱的结晶 她从四十岁就冻了卵 医生告诉她 顶多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的成功机会 拍掉牙撑下去 忍受头痛的后遗症 可常常希望落空的难过 就这样十四年过去 才可以这么顺利生下女儿 她对外界公布怀胎消息时 大家都很震惊 以为是奇迹 让她决定较清楚说明白 她想鼓励所有人 任何事还是有可能 不要太快放弃 但这段过程绝对不轻松 她也希望有异常事的人 要有心理准备 对她来说 成功受孕是最难的一关 之后 身怀六甲的几个月 倒是还蛮轻松 最后 透过抛妇生产 并不特别费力 布里基尼尼尔森曾主演 比佛丽山超级警派 续其轰天为 一度在好莱坞走红 图摘四 Movie Stealth 布里基尼尔森 之前以这张照片 对外宣布 54岁又怀孕 震动各界 图摘四 80g 布里基尼尔森 强调要 想成功高龄怀爱 过程绝对不轻松 图摘四 80g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